打工者移民澳洲不是夢 心動不如行動 還不快點打個電話來宏苑移民報名聽澳洲移民說了 看看哪個工種適合你 還可以全家一起移民的 報名熱線62214438 找宋先生談談 加拿大一直都是香港人的熱門移民地點 現在加拿大搶人才 開放更多工作就業機會 想了解更多 還不快點打個電話 或WhatsApp 62214438 找宋先生約時間做個免費評估 到了移民宜蘭為你解釋時間 一年的時間很快過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十二月底了 首先公祝大家生日快樂 一定是 文雪在英國那邊的朋友現在欣賞到雪有落雪的冬天 很開心 不過我們也冷的 這個禮拜真的冷得很厲害 我也不習慣 晚上我開了一個暖戰 真是的 兩年都未開過 今年未開過 提早開 今年初一月才冷的 但今年年尾快冷了 我們提供冷的跟英國怎樣冷呢 英國就說 今年電費貴到晚都不認得好笑 上個月都說了 老友打來都說 電費貴到 幾千元 幾千元 不要緊 過了個冬天 一天都光亮了 很快 兩三個月 英國方面的移民其實有些新的進展 其實第一件事我們要提提 就是今個月上月開始 其實那些父母有BNO的 97年之後出生的子女 都是可以已經申請的了 我相信都不記得 但一個最新的消息也很有利的是什麼呢 英國他們對於教師 可以在英國執業又放寬了 放寬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在英國重新教書 適合這個所謂QTS 什麼叫QTS呢 Qualified Teacher Status 就是你適合教師的資格 資格證 香港就等於教師證 如果通過了平日之後就可以任職 這個問題我要講回日時 因為去年一年多前 我就在英國 當然聽到那邊的消息是這樣的 就是有個爸爸帶兒子去面試 我爸爸在香港也是教書的 他去到的時候 那個面試的人在香港做什麼 他說教書 教什麼 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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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兒子不單止面試成功 你還有勵安安校教書 是啊 聽說過 總之兒子入到學校 連父親也入到學校 不是 這次兒子帶獻過父親 真的帶獻過他 他已經成為了一個政策 那開放那裏大家不要誤會 就不是純粹給香港的教師 而是其實他開放給英聯邦的一些國家 九個 但裏面包含了烏克蘭 我相信他給了一個理由 他可以在烏克蘭那裏可以蠟燭 我講講究竟是哪幾個地方 香港 加勒 印度 亞馬 加利 日利 亞 新加坡 南非 烏克蘭和津巴布委 但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個QDS有自己的門檻 有六個 第一件事就是擁有英國學士學位 和相等學術標準的本科學位 必須獲得英國ENIC認證 我相信不太大問題 因為香港的大學 其實大部份的學科都在英國那裏應受 至少有一年或以上的教師工作經驗 包括學校假期 這個對於香港的教師來說也不是大問題 除非你剛剛在西蘭或大學出來畢業 據教育5至16歲的兒童的經驗 即是資格教育5至16歲的兒童 所以在原生地區擁有這個教育資格認證 並且不受任何條件或限制影響執業 即是你那個底沒有花 所以被英語能力證明至少達到CFRB2級別的英語水平 即是約IELTS6分 這不是很高的 即是IELTS6分 其實考大學也要6.5分 即是6分不高 不是高 可能教學生的英語的母語程度比教師高一點 可能那些學生不是純粹是英國人 我説你全部都不是 是的 你明白嗎 突然間多了那些烏克蘭 多了十幾萬二十萬 那你是不是又突然多了學生 可能又要多開幾班 一間學校開一班兩班 怎麼這麼奇怪 以我自己的觀察 其實你進去都是習巴欖 習巴欖 習巴欖 反而純白種人是少數 所以大家都要 所謂的 為什麼要勤斷呢 就是 英語本身你要習慣一種國際化的英語 譬如我們在香港聽某一類的英語 但你去到有不同的 有印度人說的英語 有非洲人說的英語 非洲康 也有蘇格蘭人說的英語 也有亞洲來的說的英語 所以你要習慣這種情況 第六個就是 學術標準和培訓的時間 至少與英國初級教師培訓的長度相同 這也難度香港的教師 因為香港的教師 其實那個訓練也是相當長的 是原格的 是原格的 阿蘇 你聽到這裡 有些什麼建議給現在教書的朋友 其實我自己覺得 從幾個方面 你如果教書的 十五十六 因為老實說 很多人擔心一個人找工作 有點難 如果你在教書 我覺得這條渠道真的很棒 你起碼去到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 第二 是找回本身你自己的專長 是吧 我覺得教師 我相信出了這樣的政策之後 我想會多很多教師的申請 因為教師本身 其實轉行的興趣不是太大 很少的 如果教開 因為它穩定 是呀 香港大部分教師都教了小 是呀 你教開 不是想轉其他東西 另外有家旗 這個最好 教師 我在香港的教師都投訴過 他說實際上暑假都不是真的有假期 因為他都要回到學校 但起碼你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是呀 少很多 那你去到英國 如果他真的叫你回去 你投訴他 英國的假期來說 跟香港有些不同 他採你有月 他採你也多餘 首先來講 現在一定是Christmas的樣子 教師其實跟學生都在一起 大家在準備迎接Christmas 所以我相信其實教師的壓力一定是少於香港很多 香港主要說除了應付同學的學童之外 還有什麼呢 應付 行政工作 不是呀 現在還要應付政府 這個從來都是 是呀 以前少很多 現在你想想 我聽某些學校和友好的老師 都是溝通過 他說有些學校是特意請一個行政的 即是assist校長 來專門做這些 針對教育署給他們的要求 跟教師溝通如何 去做一些課程出來 是吻合教育署的 你說要我請個專人來做這件事 你想想多大的工作量 如果說在英國那邊 我相信這個情況 你可以不用理 你減輕了一種精神壓力 其實教師挺難去頂這些精神壓力 所以很多教育署都借了 提早離開了很多 四十多歲就不教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報紙 招聘教師的廣告整個宅口 是呀 整個宅口 間間學校都欠教師 因為離開了很多 上面離開了很多 離開了很多 現在還出了一個英國 對於教師來說 應該是一個福音 我相信他也會離開了 他也會離開了 是呀 香港不只是缺醫護 現在我相信連教師都缺得很厲害 是 看報紙照片的廣告就知道了 是呀 但這個環球性的 可能在英國那邊 他們都缺乏很多教師 所以出了這個QTS 就是這個情況 QTS的一個政策 是呀 是呀 這裏一筆 另外移民英國方面 有些甚麼最近的消息 其實現在我想這樣說 就是說如果準備移民英國的朋友 很多時候我想他們要準備好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準備離開 你記住一申請 基本上在那個月內便可以離開了 就是說不用再預早半年去計劃 因為我幫很多個個案 他們都說 哇 這麼快就批了 那我不會這麼快就離開了 很失去預算 所以我不是說 現在你不用這麼做了 總之你打算下一個去離開 你應該申請就行了 是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來說 就是說如果剛才說了這個QTS 另外呢 還有在那個找工作範疇裏面呢 我有些建議給大家的 就是說如果你做一些服務業 服務性行業的呢 就萬城或者利物浦的 是多一些的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因為它是一個旅遊城市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它的服務業是比較發達一點 如果你做一些金融的那些呢 我就可以建議你們去回 就是說 Binham那邊 那邊呢 那邊呢 因為很多世界的銀行 除了倫敦當然是最多的 但是很多其他國家的跨國銀行 都是在Binham那裡有一個總部 就算不是總部 它都是一個分部在那裡 所以那邊如果你做到金融業的呢 可能在那邊容易找得到一些工作 那就是我建議而已 建議而已 不過就 如果除了你說 我對英國都不是很想去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那其實呢 我今天都可以再講一講 我們很久之前 去年都有提到的 就是這個葡萄牙 現在不知道是否大家 就是看完世界盃 對葡萄牙又馬上有興趣 就是查詢多了 這陣子 為什麼呢 可能不知道 但是問題 其實現在的黃金簽證 這陣子呢 今年 就 名額都滿了 因為其實已經finish了 那麼大了十幾月 是的 是的 明年來講 是會繼續的 而且它的條件沒有再加了 沒有加了 那麼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特別現在的歐羅 那麼低水位呢 其實 變成你 說真的 二百多萬的投資移民 拿黃金簽證就可以了 其實是幾吸引 現在我們叫做一班專業人士 在中產 特別我其實都說 如果葡萄牙 你打算去那邊 闖一番新事業那些 其實是不一般的 對的 但是我覺得是屬於那些 四十到五元 準備退休 去那邊享受人生的地方 它節奏是適合年紀稍大的人 絕對是 因為它是歐洲的後化園 換言之 連歐洲人都去那裡度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它本身人口密度很低 生活水平 如果用英國比的話 可能是它的一半多些 但是生活水平低 但是生活水平低 但是生活水平相當好 高 高 他的生活水平高 如果你的小孩 你覺得他的讀書壓力很大 只是想對他好一點的環境 比他自由發揮 沒錯 比他自由 或是從事藝術 其實在葡萄牙的教育制度下 其實他的發揮也很大 當然葡萄牙 其實有很多葡萄牙人 除了從事體育事業 踢球那些 去了英國或者歐洲這些球會之外 其實葡萄牙去德國打工的人也很多 這個數字是特別多的 我講年青人 在葡萄牙大學畢業之後 然後去德國入職 原來他的比例是 在歐洲這麼多國家來講 德國是最高的 是的 這個其實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 純從一個退休移民的角度去看 葡萄牙 二百多萬 現在有很多計劃去做 這個二百多萬 並不是一般外面那些 美國那些 你扔下去拿不回來 但那些二百多萬是拿得回來的 現在大部分很多都是 譬如你買一些物業 買一些商鋪 其實可以將它變回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挺吸引的 而且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短時期裏面 不用馬上去 沒有你要求一個住宿的 要留在那裏的要求 基本你每年七天 要求你去七天 那你當他旅行不多 是的 很多朋友是怎樣 兩年就十四天 轉回來 完成了兩年 連續五年 那個黃金簽證review 連續五年 簡單來說 你差不多一個月 是的 一個月就完成了 對於現在 例如說 香港仍然還有很高的收入 不想在那麽短時間內放棄的朋友 葡萄牙真是很適合你 為什麼呢 五年連續之後 你真的可以拿護照 當然有人說 會不會又要考一下浦文 當然要 你應該考英文 這是正常的 對嗎 但是你放心 這些全部不是為了難你 令你拿不到護照 其實基本上 你連續住滿 五次黃金簽證 拿到護照的朋友的比例 是九十個巴仙以上 九十個巴仙以上 基本上 你十個裏面 九個都搞定了 其實不是很難 還有它還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放下不了你的父母 你老婆的另外一本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你一個人 作為主親請人 扔其他人 扔其他人 扔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 都可以 所以葡萄牙是一個很特殊的 其實很少人會覺得 如果帶父母去也可以 葡萄牙就可以 這個其實挺好的 尤其是現在 現在天氣多冷 葡萄牙冷不冷當然不冷 葡萄牙如果按据南部來說 它不冷 不冷 不冷 所以有些英國人 或者法國人 他們可能去葡萄牙 在這個時候 避寒 避寒 就是度假特別是聖誕 聖誕他們 葡萄牙的酒店 不用說 爆到捨 那邊做旅遊 旅遊業 如果我以前從旅遊的朋友來說 你放心 一定找多工作 其實每年去招待 譬如說你英文可以的 你只每年招待歐洲的遊客 你已經停不了手 近五年十年 那些中國大軍 你如果懂得說些國語 就可以做這些 很多 因為每年都在遞爭 我記得2017年 他統計過 中國人去葡萄牙旅遊 他人次都超過二十萬人次 但是我跟你說 整個葡萄牙 懂得說中文的人 是不超過五百 即是那些導遊 你說 你去到那邊 是不是有很多工作 你哪會沒有工作 譬如說 你退休 你可以帶人兼職做導遊 挺好 相當不錯 真的相當不錯 還有那邊沙灘多 沙灘周圍都是 南部、東部、西部都是沙灘 不過東部是跟西班牙接壤的 西班牙人有很多會去葡萄牙度假 這是很多的 因為葡萄牙的生活指數 會比西班牙便宜一點 又低一點 越南走越低 但質素沒有改變 都是陽光與海灘 為什麼呢 西班牙都有沙灘 因為它便宜 你去那裏住酒店 或者租屋 在沙灘那裏攀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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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已經很興奮 但葡萄牙更興奮 更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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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葡萄牙的食物 我們習慣一點 因為在澳門 我們經常吃葡萄牙 葡萄牙都滲入了很多東方的色彩 一腳海鮮多 大家記住 山天魚 我們一年最後就發覺 首先祝各位2023年 移民好運 沒錯 順風順水 沒錯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雲園海外物業中心呈獻 英國多房式HMO計劃 年三年租約 高達七里回報 投資英國物業市場 還等 快點打電話來6214438 找宋先生了解詳情 在英國租樓好像很複雜 不怕 雲園移民幫到你 幫你穩定樓、看樓 不用你四處走 快點打來雲園英國租樓 專線6214438 了解一下吧 資料 現在應該是時候 今回 spaced到英國租樓 達 które也做出到了 讀書 完全固定 什麼 我可以改善 沙克